刚才说完了的Minkowski距离 Minkowski距离是最好算的一种距离 也是用最多的一种距离 但是比较麻烦的一点就是它需要进行标准化 各种标准化 如果说你有这个样本的散步 大概是服从正在分布的 那这个时候的话 鞋上可以用一个另外的方式 就是马虽距离 这是一个统计学校叫Maklonobis 他提出来的 这个距离又称为斜方卡距离 算起来非常麻烦 它是需要去算一个斜方卡矩阵 然后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矩阵变化 这个公式其实大家是不用去记的 大家去 大家记住的就是马虽距离和这个 这个欧虽距离它的一个区别 在什么地方 我们说了 马虽这个 前面我们说了这个各个指标 而且应该有独立性的对不对 应该有独立性 但是往往的时候你 不知道它们是独立的 那你说像身高体重的这种 这种相关性的 大家平常识就知道了 可是大家知道 大家知道这个 代谢率和智商之间的关系吗 相信大家不知道 对不对 别来想想 因为高时尚人群很少 就是说在冬天 你很好看着他们穿了像个熊是吧 这样 不信的话 你看看 那确实是 就是我在 比较说在 我跑去武汉 跑去那个北京 在外头 在北京下雪的时候 我还是 我还是穿一个单的衣服 跑出来 然后在武汉的时候 在大概十什么十一二度的 这个温度下面 我还是穿个短袖 然后跟那个街上 街上的人都有 就都有开始穿熊胡子了 那我跟他们完全不是一季节的 然后大家再去关注一下 你可以看到 学校里面的这些老师 这老师的这个整体的智商 还是不错的吧 对吧 我们可以说 这个统计上 统计意义上还是同意的 那你可以看到这些老师 尤其是男的老师 你可以看到他们这个 这个穿的并多 然后大家再想想 就基本上那些弱智乞丐 大夏天都穿的 都穿棉袄 是不是 然后你还没有看到他 那热的大汗淋仪 那种 因为他是真不不热呀 所以大家从这个 这个生活的直方的观感 他们其实是 就有一点点这个 有注意观察的话 你会发现这样的一步的原因 那像这种隐蔽的规律 你未必一开始就知道 对不对 如果你什么都知道 你也不用研究了 你什么都知道了 所以往往你选去指标的时候 并不能够绝对的排除 他们之间的一个贡献性分析 那么马斯距离就有这个好处 它可以考虑到各种指标之间的这种联系 予以处理 就通过这个斜方 它的矩阵 予以处理 这一点呢 就使得它的稳定性有高很多 如果是斜方的矩阵 完全是单的矩阵 也就是说各指标之间完全无力 那么马斯距离就可以化为OCD的距离了 这样子 如果斜方的矩阵 为对比较矩阵 也就是其实跟这也差不多了 那么马斯距离就化为正规化的OCD的距离 就所谓 normalized linear distance 那么这个 这幅规划的OCD的距离 实际上就完全相当于 我们做了很好的 这个标准化之后 然后再用OCD的距离 来做这个距离 完全走向 所以你看 计算马斯距离 会给我们省很多事 但是它尽量复杂 计算是相对于是比较复杂的 好 那么我们在 在这个应用中 除了 这些数值的距离以外 还要经常来衡量文本之间的距离 它是用来度量文本之间的相似程度 那么在生活里面是用于序列比对 这些数值的距离 那么在其他领域里面 我们也是在使用 那么大家每天都在使用的Word里面 如果你打个单词进去 拼错了 它会底下出一个红线 对不对 然后你用一点 它会给出提示的 正确的单词 可能是什么样子 这个过程实际上 它就在用Levenstein distance 衡量你打了这个词 和词固里面所有词的 Levenstein distance 然后把Levenstein distance 最小的那些 就是相似度最高的文本 给你拿出来 提示这个 那么在文本距离里面 最常用的两种 一种Heministence 那么它Heministence 是直接比较 两个等长字符串 直接逐为比较 有多少位不同 那就是不同 那距离就不同 这些差距有的缺点 第一个来讲 它必须要是两个等长字符串 不等长的话 是不能直接这样比较 第二个来讲的话 Heministence 如果说中间 比如说有插入和缺失的情况之间 它是不能处理的 那它就会显示出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Heministence 但实际上 它可能只差一个字符 这个插入或者缺失 所以呢 有更好的一种方式 Heminis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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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两个字符串 之间从一个字符串 出发进行多少次的修正 然后每次可以进行一个字符的替换 插入和缺失 然后得到第二个准长 那么你做多少个 最少做多少个这样的操作 可以得到第二个准长 那么Heministence 就是不错 这个求决的过程呢 几乎就完全等同于 Minimal Winsh 的这个算法 这个过程 然后算一个那个 得分矩正 然后进行混书 还有第三个 第三种距离度量方法 那个质距离 那么质 Rent 实际上就是排位 很多时候 你是没有办法 用一个 也很难用一个具体的数字 来对它进行描述 涉及到排位的 排位顺序的 这种 这种原因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 比方说有 一二三四五 五个名次 那么我们把第一名 定义为一 最后一名 定义为零 中间的进行拉开 那么这是 就是常见的一个质 处理方法 那么这个 为什么要用这样一种方法呢 就是很多时候 即便是有数值 我们也都用这个质 来进行 来进行这个度量 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可以 为了去避免那种被平均的状况 比方说 衡量收入 一个群体的收入 那么很显然少数的富人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 收入非常高 大 绝大多数的 就是穷人 都是集中在 集中在很小的一个范围之内 为了衡量一个社会的 他的一个整体的这个富裕程度 我们能不能用平均收入 来做呀 如果用职业中平均 这情况来讲 的话 那就会出现一个被平均的状况 对吧 那么对于贫富 差距极其严重的地方 那么这是很不公平的 所以如果我们要比较两个社会 或者两个群体 他的收入分布的情况 我们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 是在什么 知道什么样的 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为了避免这种被平均的状况 我们是用中卫 中卫收入 这样的一个概念 卖还这样 什么叫中卫收入 就是从第一名往下排 假设你有一万个人 排位第五千个人 那个收入 是多少 这叫中卫收入 你有少数人 少数富人 他非常富有 没关系 你排位 你不就比我多排英零吗 所以这样的话 就可以非常大的去 非常非常好去排出一些 极端值的 对整个群体的影响 用这种值的方法 好 还有另外一种度量方法 度量两个向量之间的相似程度 就是所谓的相似系数 相似系数呢 常见的相似系数有两种 另一种是相似系数 一个是加有一点 相似系数大家都知道 对吧 学那个 之前我们学统计学的时候 做这个regression 这个回归的时候 都是有这个要算成相似系数的 相似系数 越接近一 那么说明他这两种 今天是高度相似的 高度相似的 那在这个 实际上在我们的这个 大数据的这个处理里面 相似系数用的是比较少的 用的多数时间 加有语言 什么叫加有语言 我们从二维的这个 我们从二维的这个 我们从二维的向量 比较好理解 二维的向量 是吧 它从一个点出方 会制成一个方向 那么这个 这个向量 还有一个长度 对吧 但往往我们不关心的是长度 我们关心的是 这个 它的走向 就是什么样的 这就好比方说 我看看这个 我的小孩跟我长相 是不是比较向下 那肯定是个小的嘛 对不对 我这个这么大 那肯定如果直接比的话 肯定是不能比的 但是我如果说是 考虑到这一个 相似性的话 那我要考虑到 这个 缩放系数 对不对 它比较小嘛 所以说这个 很多时候 我们是只管这个方向的 而不管它的这个 具体的这个 这个 向量的这个长度 那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夹角余旋 如果这个夹角 两个向量的夹角 是零度的情况之下 现在 扩散性能比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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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对不对 扩散性能比1 所以这个是 这是 夹角余旋 最后算出来就是1 但是1就是 完全全场 对不对 那我不管这个长路 对吧 真的是 这是往一个方向走的吗 对不对 这是长路的方向 好 如果说是这样 那东西完全没关系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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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夹一是什么意思 完全相反 有关 但是是完全相反 所以我们通过这样一种方法 我们就可以去 我们就可以去度量两个向量之间的相似长度 这个方法它是可以去避免 避免它这个向量长度的影响 所以不同的这个距离 它的这个算法是很不一样的 对于各种各样的情况 我们都是可以算的 好 这只知道距离 现在还没变成距离了 现在还没变成距离 我们把距离先搞清楚之后 大家起码知道距离有这么多种 还不能随便用 对不对 我告诉大家 这只是一开始 接下来还麻烦说了 好 距类算法 其实也可以把它来距个类 总的来讲 现在你查文献可以查到一千多种距类算法 总而言之它是可以归上大概四类的 层次距离 划分距离 密度距离 还有其他的 其中呢 用的最多的就是层次距离 层次距离是什么 这个我们说 实际上这么多种距离算法 没有哪一种距离算法可以报答天下的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说 待着一种就不杀手 死命的用 这是不对的 而且各种参数也必须 根据具体的问题来进行调解 刚刚我们看到各种不同的 不同的这个距离 也是不能随便用的 对不对 而用这个距离的时候 你还要注意什么标准化 我也不知道这样的事情 那好 我们来先来看最常用的 这个层次距离 层次距离的一个过程是 先合并小类 然后再合并大类 比方说 ABC的EF 我们在平均上有六个点 我们要根据它之间的这个 欧式距离 来进行距离 怎么去 首先我们看 谁跟谁 i的最近呢 B跟Ci的最近 D分1 i的最近 所以我们把BC进行合并 我们把BC进行合并 D1进行合并 完了之后 现在正常了一类 正常了一类 对不对 然后再合 再合的是什么呢 D1跟F之间比较近 对吧 最近的 于是我们把D1和F进行合并 进行合并 所以现在这是一类 这是一类 然后谁跟谁进行 BC和D1和F 不离得很近 对不对 他们最近 于是把BC和D1和F进行合并 BC和D1和F 最后呢 还有A 就把它合起来 就是不断地这样做这样的事情 直到最后所有的点全部合进来 全部合进来 就是层次区别 那么这个层次区别 它就是做一个新网数 对不对 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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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们之间的一个情缘关系 净化数 所以说算净化数 一般来说就是用这种方法来算 算净化数 其实有一个 一说算净化数 都是想要做多序列比对 我们之前上课也讲 多序列比对 但是多序列比对 有多序列比对就麻烦 大家在用电脑 用MATLAB来算 你像说非典病毒的 那个病毒问题 非典病毒 它和其他的三类值的 冠状病毒 之间的这样一个比对 耗内存就很多了 那个是二十 那个是才二十几K 对二十几K这样序列的 这样一个比对 就要耗掉很多的内存 四几K才能很多 不能运行 那大家如果想一想看 我如果说是要比较 几千几万个 更长的序列 比如说目前测误全基金组的 这个细菌的数量大概是在三千多 我要比较这三千多种细菌的 我要给它做个精华处 这事儿看你做不了了吧 因为每个细菌精组都是常拿几兆的 你可能用传统的这种方法 多区列比对的方法 你就很难去做这个事儿了 练存消耗 还有区列比对的消耗 都是让你受不了的 所以我们可以用 我们可以想个歪章 就是用这种静态平地学指标 来构建进化数 所谓的alignment free method 就不比对 这确实是一种歪章 不进行比对 但是很有效 经常的我们是可以用来 把一个序列来进行抽象化的方法 就包括我们算这个安心酸 或者几千组成 跟我们算安心酸组成 就二种安心酸对不对 每种安心酸有多少个 对不对 于是一个序列 我就可以把它简化成为 一个二十维的向量 有很多个序列 每个序列都二十维的向量 这不就很容易处理了吗 按照刚才我们的算距离 然后进行序列 对不对 或者是密码整体方形 或者序列重度重度重度等等 这样一些静态的同学的方法 我们就可以把一个很长的序列 给它抽象化成 可能几个几十个 几百个这样的 这样的一些项量 就比较便于处理 那么Aligned Free Methods 那是快的惊人 而且往往是什么呢 往往是在你的多序列比对 比对不上的时候 它特别有用 就是你再研究一些亲缘关系比较远 这个关节时候 这特别有用 大家可以看我们课程网站上面 是有一个例子的 就是那个抗冻蛋白的 它的这个 就是生活在寒冷地区的那些 什么鱼类啊 它体内都有那种抗冻蛋白 有的鱼可以在零下十度的这种环境之下 它自己身体不结冰 那么这些蛋白它是用来什么呢 它是用来阻止冰晶的形成和长大 尤其是长大 那开始结冰的时候 那开始都是小的冰晶 对不对 那这个蛋白会 会铺走在上面 阻止更多的 这个水分子在往上形成这个经格结构 从而有效的阻止 低温状况之下的结冰 那么这一类抗冻蛋白是非常有用的 但是这些抗冻蛋白呢 分布于不同的物种中的抗冻蛋白 它的序列差异非常大 用传统的这个多序列比对的方法 是很难比得上的 或者比对效非常差 那这个时候 大家可以试着用这种 alignment free method来进行一个 来进行这个 做这个计划书 那建议大家去做一下这样的练习 直接有这样的数据 下来做一下这样的练习 那我们刚才说了 都是把这个这个词 长词俱累是把相近的 这些这些两个 合并 合并成类 合并了类之后 怎么办 那类的话 类跟类之间 有多远 那我们现在有个计算方法 对不对 所以这叫内间距计计算方法 有最短距离法 最长距离法 主机平均远法 主内平均远远法 中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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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我们刚才所说的 这个点之间的距离计算方法 那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所以它们可以进行排列组合的 任何一种点之间的距离方法 然后和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进行配搭的 所以我们刚才给大家讲了好多种 这个数据点之间的距离计算方法 然后再乘以这个七种 所以这样排列组合出来 几十种排列组合了 对不对 用哪一种 我告诉你 后面我们会展示的 用哪一种 用哪一种 好 用不同的这种组合出来的结果 可以完全不一样 天然之别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组线距计算方法 究竟是怎么定义的 最组合计算方法 是两类中 距离最近的两个个体之间的距离 然后这个 这比较重要 这两类里面 我用X1和X2 因为这个是几种 几个这种距离之间最短的 一个对吧 X1和X2之间 这个距离 我用这个距离 来指代 这两类之间的距离 这就是这个最短距离法 最长距离法是指 两类之间我选取 你的最远的两个点 它们之间的这个距离 指代这两类之间的距离 这是最长的 好 主间平均连接法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两类个体 两两之间的距离的平均数 作为类界距离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每个类别之间是有三个点的 那么我们要计算九个距离 并且把它进行平均 这个就是主间平均连接法 主内平均连接法是什么概念 说白了就是 主间平均连接法 然后它加上主内的这些 就假设这两 这两组合成一组了 那么这个大组里面 两两之间距离的平均 平均 称为 主内平均连接法 然后重型法 重型法是什么概念 我有两类 没有很多点 我算这两类 每一类里面的这些点 我算它的重积 重积是什么 怎么算 就是x的平均值和y的平均值 这是它的重积 就好像我有一些 我有一些重物 每个重物 每个重物都是一样重 然后分布在这样一个盘子上面 我算这些重物的这个重积是什么 怎么算 就是x的平均值和y的平均值 对吧 然后这个重积法 进行一个发展 那么就是可以进行加权的 假设这些重物之间的这个权重是不一样的 那么它的这个 它的重积和激动法 还是要自己加权的 这是它的一个扩展 然后呢 重积呢 重积法就有一个问题 如果是有一些点 它离群特别严重的话 就是会出现贝平均的这个状况 对不对 为了避免 贝平均的状况 我们可以用中位数法 用中位数之间的距离作为分解距离 还有一种就是离群平均合法 或者称为沃尔 就是沃尔这个人体出来的 离群平均合法它是什么概念 它进行病类的时候 总是使得病类导致的内的离群平均合法 相当进行 那么这个方法呢 要说是最好的一种方法 但是它只能用于遗免距离 不能用于其他的任何距离 所以就限制了它的应用 总而言之 就是大家要特别的要小心 这一些计算方法 我们可以看见它们的原理 有着本质的不同 用哪一种最好呢 给大家来看一下 这是我随即产生的一个随即的数据集 如果用最短 主间距计算方法 如果我们用最短距离法 这是很多软件的默认 为什么 因为它算起来快 计算量小 当有几十万的数据的时候 计算量就开始变得关键了 如果说我们按照 这个主间平均距离法的话 我要算 如果每边是三个点 我要算九个距离然后把它平均 这个就很麻烦 最短距离法它算起来快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这个点之间距离的 这个样本距离的计算方法 我用了六种不同的样本距离计算方法 然后主间计算方法都是最短距离法 我们来看一下 距离的效果是什么样子的呢 那欧视距离这是用的最多的 是吧 我给大家看见 它把这些点聚成一类 然后又有一个点 就有一个点是在外面的 刚才觉得这个这个距离怎么样 完全很扯淡对不对 完全不符合观感对不对 这个是标准化的欧视距离 我们看完全一样很扯淡 曼哈顿距离 扯淡 切比雪佛距离 扯淡 绝大部分的傻瓜式软件 它就是用了这个最短距离法 然后它用这个样本之间距离 它就是用欧视距离 如果你用傻瓜软件 一见出来的结果就是这么扯淡 我告诉你 就是扯淡 我们来看一下 马是距离 起码看着还可以 是吧 还可以 那个这个余权 余权相似性 这个也不达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最短距离法 非常害群 所以大家就知道了 绝对不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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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这些傻瓜式软件的默认 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么悲剧 我们再来看一下 换一下 用这个组间平均连接法 同样是欧视距离 你看 诶 这看起来像那么回事 是吧 挺像那么回事 那这就是说 如果你换 这个 不同的这种 这种 叫什么 敏扣次第距离系列 这种结果都蛮好的 马是距离 我们可以跟刚才的看一下 只是颜色 互换了而已 它的聚烈并没有变 对不对 聚烈并没有变 所以我们看到 马是距离 它在 走前平性的方法 不同的时候 它的稳定性是相当好 而且也是可以为了 提出一个 比较可以接受的 这么一个 结果 余线相似性 在这个数据性里面 照样是两边比较差 所以大家可以看见 不同的组合 结果是完全的不一样 对不对 比如说有这个 样本先具有这种方法 还要组建议地上方法 还要组建议地上方法 这个组合不一样 它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 这个实际情况 来进行选择 而你选择必须要有 必须要有 你为什么选择 不选择 因为我们的经验来讲 通常我们用的是 主线平均连约法 还有离沙平方法法 这两本方法是比较可见的 也就是它可以应对各种 所以我们用的数据机 应该也像我一般的帮 那好 我们来实际的来看一下 我们的一个 一个例子 用这个用于筛选 这个变化趋势的基因组 这个实验是怎么做的 这个实验是 我们想研究一下 癌细胞它的转移过程中间 它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它从不转移的状态 到转移的状态 它之间是怎么发生了一个变化 因为它这个中间 必然是一个变化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就从不转移的状态 然后 诱导它进行转移 诱导它进行转移 徐步动的时间点 然后分别进行这个测试 做这个翻译组测试 因为我们知道翻译组 这个数据它是最接近的表情的 然后把那些有差异的 这些基因呢 我们给它拿出来 1234 这个是时间的进程 这是刚开始诱导 然后呢 4就是已经诱了完成了 开始已经开转移了 这个过程中 我们来对它的这个基因表达的上下调 就是翻译的上下调的这种趋势 进行一个剧烈的呼吸 我们可以看见明显的是分成了两大区 对不对 明显分成两大区 然后每次下面 又可以分出一些小折 但我们来看一看 有一些基因的表达是非常有意思的 比方说这一小折 这一小折 大概从这到这 把它放大出来看一下 是这样的 这一些基因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有些什么样的 特点 刚开始 又的上下特别高 开始 上调 然后紧接着下调 最后是什么 最后经过回吻 就是和没有咬之前 是没什么区别的 这白色就是没区别 对吧 你看这个是零 这个是取了露博之后的 红色这代表上调 这个蓝色这代表下调 这一类呢 就是这一只出来的 从这到这 方蓝 这些基因有什么样的 特点 稳步上调 对不对 稳步上调 到最后就上调了很厉害 还有底下这一只基因 这一只 从这到这 它有什么特点 先下 然后再上 然后最后回吻 所以啊 就常常的 以前人们研究都是什么研究 没转移的 转移的 这两个方法 对吧 这两个方法 所以它看到的是什么 看到的是这一 这一群基因 这一群基因是些什么基因呢 都是 那些炎症相关的东西 牵引相关的那些东西 然后人们又拼命的去设计 一些药物去针对这些 这些发炎结果发现 弄了半天 这个还是不能阻止 这个癌细胞的转移 为什么呀 这些基因是结果 我们从这个 实序的研究上面看到 它这个 这些基因是结果 而定义是原因 对吧 你就好像 这个 一个媒体管道泄露了 然后开始 开始起火了 对不对 如果你总是去灭那个火苗 你是灭不掉了 对不对 因为那个燃气不断的在泄漏 不断的在烧 所以这个时候 你只能说把那个肿砸一关 这个时候 这个火自然就灭了 不用你去铺 自然就灭了 就知道了 所以我们要去找到 是什么 是哪些基因 起到了一个第一推动的作用呢 那你说这一些基因 和这样一些基因 你在稳太的状况之下 就算最后的这个转移状况之下 你基本上是看爆它们 对吧 因为它们和没转移之前 是完全没两样的 没有任何变化 所以这一些基因 就被人们去忽略掉了 长期以来就被忽略掉了 而且我们这样的一种 一种分析上 我们就可以非常明显地 把这些基因给抓住 先上再下 最后回稳 先下再上 最后回稳 这一些 这两个类的基因 才是真正的 要推动 癌细胞 转移的 它的这个 第一推动力 如果你要做个药的话 你要针对这样的基因来做 就比较容易 好 层次序列 它当然用分类型 优点也有可能缺点 层次序列它用得多 因为它适用大多数的情况 纹级比较好 而且它是可以去做这个情况数的 分类的类数也可以随意选取的 对吧 这个分的类数 你想分多少也都行 对不对 越往下面它的分类也越多 但是 它的计算量总的来想是比较大的 尤其是当你选择一些比较好 比较稳健的计算方法的时候 它的计算量很大 然后呢 你还需要仔细的去选择 距离计算方法 还是层次序列的方法 就刚才排列组合的几十种 你需要去仔细的选择 选错了 那就完蛋了 如果说数据点少的话 你还可以用眼睛看一下 数据量大的时候 你根本看不过来了 当你有几万个东西 要拿来具类的时候 你根本看不过来 所以说 掌握理论是极端重要的 好 为了应对这种大数据量的情况 能不能又开发了一些 其他的类型的 矩类算法 由于这个 划分矩类 它是最快的 划分矩类呢 最著名的就是所谓 K-means矩类算法 K-means矩类算法 是在很多的傻瓜眼界里面 都是用的 用的这个 它要求事先确定分类的类种 如果我知道 这个教授里面 我就把人分成两类 那很简单 男人分一类 女人分一类 对吧 可以知道 只有两种性别 没有第三种性别 那么 那么在基于一些假定的话 那么它的运向速度是非常快的 具体的过程 大家可以更多 但是呢 我这里要强调的一点 是 K-means矩类 大家能不用就不用 记住这一点 能不用就不用 它非常差劲 为什么差劲 给大家看一下 它首先是 它这个过程是什么呢 它就去 你不是已经知道要分矩类了吗 我可以先随机的选定 最矩类的中心 在什么地方 然后呢 根据不同的这个样子 和聚类中心的这个距离之间 然后我进行不断调整 那这是一个过程 这些圆点 是我们的数据点 那么星星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聚类中心 一开始随机选择 随机选择 随机选择 完了最后就不断调整 不断调整 调整 调整到这个情况 你看 调整到这个情况 它就不会再变了 就是这个聚类结束 那我们看见 这里应该是按照数据点来说 应该是有四吨 对不对 或者是目视 眼睛看的话 应该是有四吨 人来进行一剧类 肯定是一二三四 对不对 结果它剧类的剧是什么样 他把这两个人认为是两类 这个认为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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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显不符合方案 所以这些有问题 对不对 这种方式 但是 它不准确 但是 不准确呢 在一些情况下 还是可以用的 比方说 大家 这个现在手机 还有相机 上面 都有那个什么 人脸识别呀 相影识别呀 对吧 就是这样的一些东西 怎么做呢 就是首先要对这个 拍进来这个图 下进行一个分析 对不对 也确定哪一块是脸 那么首先对这个图下进行 进行配画 那么怎么进行配画呢 就用这种KMIS区内 就可以把它进行 很快的一个分析 因为那个手机的CPU 又很弱嘛 对不对 或者相机的CPU 又很弱的 所以它要算得快 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很 这个一个图像 进行KMIS区内之后 我们可以很容易的 把这个主题的信息 来取出来 但是呢 它不准确 拍照不准确 代表说 这张就拍废了 对象没对上 但是如果说 对于一些 真正的我们要做一些研究的话 这个就很有问题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 KMIS这个初始的 这个中心的选取的位置 是与这个结果是有极大的对比 结果是有极大的影响的 比方说 这样的一个数据集 人眼一看 我要把它分成八类的话 那就是 这像一个七盘阁 对吧 每个七盘阁就比类 对不对 差不多怎么分 如果说 初始的这个 聚类中心 因为初始的聚类中心 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 我是随便选择 随便选择 那随便选择 我们看 如果全部都聚集在中心的话 最后聚完的 结果是 这些红色的 这些中心 我可以看见 这个也不对了 你看 这个区域和这个区域 它被认为是一倍 然后这里面 它认为是两倍 这个就不对了 这就不对了 那如果说 我初始中心 选的是这个样子的 绿色这些东西 这一点 初始中心选到这样的位置 最后拒出来的结果 就非常好 所以说 初始点选取的位置 最后的结果 产生巨大的影响 那这样的一些算法 它是非常不稳健的 对不对 因为我和你最开始猜的 这个中心点的位置 是不一样的 那我拒出来结果 你拒出来就不一样 这个就失去了客观性 所以结果来讲的话 就是非常不好 所以K-means的算法 还有这样的一些 初始的应该 对造成不利数据的应该 这些都在实际的 实际的操作过程中 是非常的要命的 还有一个就是 青山与美类别的样子 的数量商量 我们来看一下 原始数据 大概是这个样子的话 它是米老鼠头一样的 这是米老鼠的脸 然后它就差不多两半多 程式序列就是据成这个样子 蛮好的 如果是K-means的据据 那就可以看见 据成是这个样子 你看这个 米老鼠头的很大的一部分 被划到了错误的类别里面去 对吧 还有如果是 像这样一个数据集 层次据据 可能据成了两类 当然是这个样子 但K-means的据据的话 会据成这个样子 完全不同 完全不同 完全不同的光感 所以说 K-means的据据 大家能不用 你就不用 哪怕是像我们 实验室做的那种 几千乘几千的 或者是一万多乘 一万多的这种 巨大的这种 计算量 可能要跑一晚上的这种计算量 我们都不会用K-means的据据 实在是太多安全了 然后第三类的据据呢 在做生物的研究里面 用的比较少 它是密度据据 它的 就好像是处理大海中的弱坤孤岛 这样一个 它以这样的思想来进行据据 我们这一般的生物领域能用的比较少 我就不去介绍它了 那你据完了类之后 你要对这个据据结果进行一些解释和验证 首先你可以对它每一类它明明 然后提取它的过程各种 去那边界 然后进行一些验证 最后呢 解释这些分类可能性的原因 提出即使假说 这样进行各生物的一些验证 那整个这个据据的过程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 给大家总结一下 巨类 不是那么好做的 绝对不能用傻瓜数的方法去做 参差巨类 你要搞清楚 你用什么样的样本间的距离 和组件巨 这个技能方法 要有选择的地方 最后呢 我们就看到了这个 K-Means巨类 这种傻瓜人家特别喜欢用的 这种技能方法 是多么的不靠谱 还是经常不要用 那这些东西呢 在 怎么 具体怎么算 其实非常简单 在这个MAC Lab里面 是基本上都是一条命令出来的 所以说很简单 下节课的话 我们就有时间来 来进行一点的练习 那之所以我要花这么长的时间 来给大家讲 所有的这些 这些理论 就是让大家看到 你如果随便去选的话 结果是非常的悲剧的 所以一定要选择 合适的这种处理方法 包括什么 还包括标准化之类 但是不可能 有没有 我们在一起 做个适当中 但是 有什么 所以 有什么 所以 有什么 有什么